台湾的十多家电视及制作公司 今年第六度组团参加韩国首尔电视节的活动 并以台湾馆的形式向韩国和世界买家 推荐台湾的电视新作品 同时举办台湾日活动宣传 我们台湾的展馆总共有18家业者 联合组成了我们台湾馆 共同来拓展我们台湾的影视产业 希望将我们台湾目前影视产业的内容 能够介绍给国际 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让我们的影视业跟国际做一个接轨 台湾馆内网罗众多台湾优质的制作和发行业者 希望提供不同领域需求的买家一次到位 驻韩代表梁英斌也前来参观 并表示台湾的影视作品 充分凸显了台湾在文创领域的软实力 也希望在透过今年这个电视展之后 让大家能够再了解一些台湾的情况 特别是视讯媒体的平台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怎么样把好的内容都并向到很多的平台 也是我们一个目的方向 韩国首尔电视节在首尔国际会议季展示中心 一连举行三天 除了台湾业者 还有日本 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澳洲 欧洲 美国等共60个国家 预计吸引超过1500名的买家 前来参观下单 每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